正今會在052年10月推出一隻非速動抵押品 Eliquid Day Connector 有見及此大眾電子 立即會出現相對應的更新版本 升級之後使用者應該如何預先進行測試 以及測試之前應該要準備什麼呢 我們後面會同常細討論 首先我們必須要有所有股票在7個月內 所有交收資料包括發行量、總市值 過去6個月的平均交易金額 之前我們在說設定 現在我們在說資料如何進入到SB 我們在Ming Menu 2X U 內 即是我們一般的升級優點 我們亦可以將一些更新的資料 傳入我們的Stockmaster 內 所以我們會將一些更新的資料 在SYT 上升級優點 我們會將一些更新的資料 之後你就可以在8月或之後 進入去測試 進入測試 進入測試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檢查 在Ming Menu底部的 最後的改變日 究竟是否在2002年7月 如果是就可以進入測試 進入到Ming Menu 181 內 看看System Reconfiguration 有個叫做 RESWISE FRR Start On的日子 現在你可以進入8月1日 RESWISE FRR Start On的日子 就可以進入測試 當完成之前所有的設置 我們現在開始印記錄 直至我印到5的D 我們是一個叫做 Iniquity Stock Report 當進入去 這裏就會將所有 Iniquity Stock 給我們看 我們便會問 為何這些會是Iniquity Stock 我們便可以看看 有幾個理論 首先A 有一個Stock Value 如果Stock Value 是大於Margin Cap 的5% 即是我們B這一行 那這隻股票 就是Iniquity Stock 或者如果A 是大於C 六個月的Average Turnover 這隻也會是 我們的Iniquity Stock 很簡單地看 如果在B 或者在C旁邊 右手邊 是有一個YES 這隻就是Iniquity Stock 來的 剛剛所說的 就是我們 如何分別Iniquity Stock 現在來說 我們便介紹給大家 如何檢查 究竟這些數目是否正確 首先我們先檢查B B的數 我們在Main Menu 2 3 2 我們可以抽一些 Sample出來 對一對 究竟2月 究竟3月 4月 這隻股票 Turnover 是否這麼多呢 我們可以Compare 至於A 會複雜一點 我們可以在Main Menu A1 去檢查 究竟這些東西 是否正確 之後 在我們講到 Fing Menu A1 我們會跟大家 再解釋 在A1 Top Mode Debit Balance Scan List 可以看到頭二十個 最大 Debit Balance 的馬戰客 而在他們後面的方塊 就會顯示了 他們三隻 最大市值的Stop 即是說 在5D 那份 Eliquid Stop Report 有升的股票 一定可以在這裏找到 Haming Menu 在2-3-2 Stock Transaction Statistic Report 你將會看到 每一隻股票 每一個period 中的Market Capitalization Insulate Share 以及高星派 Turnover 如果你選擇 Eliquid Stock Only 它的內容 將會完全等於 5D Eliquid Stock Report 在75 Stock Assets Evaluation Report 如果你選擇 Aposted Asset Value 你可以看看 每一個客戶 分別股票的 Market Value Consentation Discount Factor 以及 Aposted Asset Value 如果 Eliquid Stock 你將會看到 CDF 是ILQ 而Aposted Asset Value 亦會跌至 Market Value 10% 如果你看看 Aposted Asset Value 的話 最底的數 其實就是 這麼多的數 亦都會等於 76 Aposted Asset Report 你會看到 Aposted Asset Report 你會看到 每一個客戶 他們的 Outstanding Balance Principle Balance Stock Market Value Aposted Asset Value 而Aposted Asset Value 你可以對回75 選擇Aposted Asset Value 看回每一隻股票 詳細的情況 另外 在5D Top Most Stock Consentation Report 都會加上 頭20個 Debit Balance Margin Client 所持有的 非速動資產總市值 你在四方塊 看到的就是 那數 來到這個畫面 就是System Reconfiguration 裡面的 設定的 細節 至於第一行 那裡 因為證監會 那邊 會在 10月1日 生效新的FIR 這個制度 但我們因為測試 我們可能會先設定 8月1日 至於第二行 主要來說 如果貴公司 這單一 即是股票 它的總額 是超過整個市場 5% 它就會 定義為一個 非速動資產 至於最後 因為怕很多稅股 很多 所以我們會想到 如果 客戶的 market value 是小於1000元 我們就不會 計算它的非速動資產 OK 好 好 來到這個畫面 就是System Reconfiguration 裡面的 設定 的細節 至於第一行 因為證監會 那邊 會在 10月1日 生效新的FIR 這個制度 但我們因為測試 我們可能會先設定 8月1日 至於第二行 主要來說 如果貴公司 單一 即是股票 它的總額 是超過整個市場 5% 它就會 定義為一個 非速動資產 至於最後 因為怕很多稅股 很多 所以我們會想到 如果 客戶的 market value 是小於1000元 我們就不會 計算它的非速動資產 OK Hair cut of electric stock 如果股票 是被定義為 非速動資產 的話 它的折扣暫時定義為 總額20% 因為我們最大的數值是1 所以就要輸入0.2 lock count 是electric stock 即是可以豁免 非速動資產的股票率 暫時就是恆生成為股 以及恆生大量充合指數 在那裏 你按回Y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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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